這個範例裡面,第十章的範例 比如說我這個範例是這個有的 假設這個程式有沒有,你會發現呢 這個是減減對不對,然後2 2再來就是減的話減1嘛,就是1再0,0的話10除以0的話一定會跳出arroception 所以如果今天執行的話 一定會跳出這個 這個錯誤 這個還是前面會執行完,會執行兩個,一個是除以2嘛,再除以1,再除以0,0的話就是exception 可是這個時候的話程式就crash掉了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不要有crash,那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個try cache包覆 那包覆的部分的話其實也非常簡單,你可以在for回圈的範圍之內有沒有,然後按右鍵try cache包覆 那包覆的部分的話呢,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除以0,我們可以把它跳出一個這個exception 那這個exception的話呢 我可以print的出來,例外說明 然後呢可以把這個敘述 print的出去 那例外的原因可以把底下的部分秀出來 那最後還有一個finally,例外的處理結束 那輸出這一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把它執行出來 基本上喔 他不會跳出 我會把這個敘述 這兩行有沒有,先除完之後 然後 跑到這個exception這邊 那會跳出這個 例外的說明 那其實例外說明就是 這個 這個e 有沒有,我用這個物件 取得了什麼呢 這個exception 對不對 然後丟給他 他裡面有個方法叫get message get message就是這個 他會告訴我們怎麼樣 這個東西就是 by 0 應該不是 除以by 0 就是除不能有0 所以 這有錯誤 那另外的原因,後面會有一個e e的這個物件 點 print 實際上就怎麼樣 另外的原因就是 應該是 原因的部分 是把 這個這個 處理 這個地方沒有東西 他這個地方是不是 Zo 處理結束 這地方後面沒有 等於是一個空白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處理結束 就執行這一行 最後再把這個地方處理 所以 OK 大概是這樣 如果說 主航 我剛剛是有把他用主航的方式 看一下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 當然這個地方 第一個 會 第一次會輸出 第二次 會輸出 第三次的話呢 就是除以0的 會跳出 有一個 1的 會建立一個 參數 是1的物件 那這物件的話 get message 就把這個地方輸出 然後 原因的話 這邊會怎麼樣呢 他會告訴我們 實際上就這一行 所以 應該是 printstack 確實是 把什麼呢 把這個 這個 arrow到底是第幾行的部分 把他輸出 輸出 然後再丟出一個什麼呢 finally finally先丟出這個 然後最後再把他結束掉 所以應該 這個 這個print的話 應該會print到我們的 console 不過在app裡面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console 可以輸出 所以那個部分 這個字串就不會被丟出來 OK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就是取得 這一個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畫面 給各位參考 那主要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 這兩個方法 我們怎麼去使用 OK 當然如果說你不希望讓user知道說有什麼錯誤 反正就 就不要讓他 因為說真的你把這些訊息丟出去 對user來說也是困擾 他一定是不懂 不知道說到底這是 怎麼回事 好 好